环境部和慈激基金会在世界环境日那天 续签合作备忘录 进行亲近在源头环保爱地球的合状备忘录的签署仪式 并且在吉安乡的央月美的度假酒店召开记者会 希望透过跨界合作扩大环境教育的影响力 提升全民环保理念还有落实生活行动 8月10日环境部慈激慈善事业基金会 在华林央月美的度假酒店 爱地球次有机舒适地探停永续 推广以及体验活动 由环境部长彭启明 欢迎县居住首长慈激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 严博文 东华大学校长徐辉明 江业美的度假酒店董事长允存酋等等 带领的团队出席 现场两百多位包含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 学者当地士生 欢迎相亲一同一会 期盼透过场观学合作 大家一起用舒适改善世界 慈激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严文表示 推动舒适是战云法师长年的期许 2023年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大家要想办法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由彭部长一起来见证 我们推动爱地球持有机 我想这个舒适的推动 主要还是上年长年来 对地神的一个期许 也是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全球暖化的现象 2023年是地球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 那今年一到七月 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到七月 它的均温 地表均温超过1.5度C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想办法努力 把1.5度C不要超越这个界限 环境部长彭群表示 面对全球暖化的极端气候越来越明显 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破坏了环境 我们不赶快做一点事 就是这一个世代争议的问题 要从每个人行为做起 这就是一个环保运动 各位不是来听听看看 你要有行动力 只有你有行动力愿意去做 这个才会改变的 不然呢 你都觉得暖化是别人的事情 是别人的事情 这个都是别人的 可是事实上都是自己的事情啊 花莲也会遭遇到全球暖化的压力 未来越来越来越热 我们的冷气是不是要越开越强 这个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只有靠大家有这个信仰 有这个信心 大家一起支持 大家一起相互鼓励 我们就会有机会会成功 两件美丽度假9年董事长隐纯丑 30多年前开始推动 五毒农法以及蔬食 代表的是当时认知 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决定 将来一定会后悔 很开心 如今已经看到了成效了 隐纯丑丑与善己之善 善人之善 分享推动蔬食餐的理念 我们提出我们吃蔬食要救地球 我前我们从中讲说 最早的时候友善地球 友善大地 可是我们现在觉得友善不够 要爱它 我也觉得爱它也不够 看它每一年地球都在老化 温度在增加 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 要救这个地球的重大责任 我想彭部长现在 非常的积极的投入 尤其是我每一场 都有邀请我们部长来 跟我们做专业的这个演讲 每一场都告诉我们 这个地球暖化了 危险了 很严重了 我们大家怎么样来 维护这个地球 所以我今天用 我们要用救地球的概念 来看这样的一个地球 所以我们一天不吃肉 可以减2.4公斤到4公斤 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一年都可以不吃 一年一个人 可以减掉100多公斤 会后也邀请参与者体验 央业美地疗愈身心超值午餐 月幸蔬食旅程 一起加入永续绿食上的行列 现场提供丰富多样的蔬食菜肴 有各种色彩鲜艳 口感丰富的蔬菜沙拉 健康美味的沙拉和汤品 且多数标示食材 来自于当地 有机种植的蔬果以及古物 爱定求持永继 吸收推动 月幸舒适 耶 即着更用意 健向不道 谢谢大家